你显示了上面当地时间的 第一个这样就拿到十分了 这个就拿十分了 这个部分就拿到十分 这个就十分了 第二个的话显示什么 这个短一点的那个日期 这个日期 后面的话加上时间 有日期加时间 所以我们取得 怎么样去 第一个我们可能会需要知道 几个部分就是说 在Java里面怎么去取得 日期跟时间 在Java里面如何取得 日期跟时间 我先这边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们如果要取得 日期跟时间的话 需要使用那个Java里面的 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的名称的话 叫做Date 那怎么样把那个Date叫出来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个你必须要Import Import一个什么呢 Import一个Java 特别是要打在哪里呢 打在最上面 就Public上面 打一个Import Import什么呢 Import然后你打一个Java 就是 我知道它会自动出现 不过我按部就班跟他们讲 怎么来的啦 来龙去脉 其实它会自动会帮你产生 不过我这边说明一下 就是说它这边Import之后的话 我们直接打一个Java 那Java之后的话呢 后面它会可以需要 特别注意 全形半形 这个环境 那你会发现 这个什么 这个跟我的输入法会对冲 我把它改过来好了 OK好 那这个时候它会出现说 你要Import的是哪一个韩式库 这个Java的韩式库 那怎么样去取得系统的时间呢 这边说一下 它这边有个套件 就UTR UTR里面的话会有个Date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工具还蛮OK 它就是自动会帮你跳 也就是说呢 你从UTR这个 这个类 UTR这个套件里面的 那个Date 这个类别里面 它就可以让我取得时间 不过呢 你要使用这个类别之前 必须实体化 那怎么去实体化 就是要把它宣告 就是把它变成物件 因为它现在是不能用的 你要把它变成可以用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把这个拉过来 按一个Ctrl键 Date 然后实体化 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物件的名称 叫D好了 这个名称自己可以取 等于什么呢 在记忆体配置一个空间 NU一个什么呢 NU一个Date给它 然后一个小刮弧 做一个结束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宣告 宣告一个D 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小D 它就是一个产生日期 里面的话呢 就会帮你记录什么 记录你现在这台电脑的 那个 的这个时间 日期跟时间 那所以你可以怎么把它输出呢 试试看 System.printlite 把它做一个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一个小刮弧 里面的话换个D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分号结束 也就是说第一步 我先把它input进来 第二步的话呢 把它实体化 第三步把它输出 那你可以看一下 直接输出的话呢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当地时间 后面应该要有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我这边呢 没有做那个 这边有 应该是要把它 这个配置 应该再配置一个吧 因为这个地方 我必须再new一个 new个application 因为我重新又产生一个JVD01嘛 那这个application ok好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用 不过 这边点一下 旁边这个 这里吗 换一支成事就好了 不用再new一个 不用不用不用 你再把这里 所以换一掉 ok ok 直接就是找 那是哪一支 0101 这一支 CVD01 ok 这样子 这样 ok ok 它就会坎坎了 你现在的 好 那特别注意 如果因为我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 这个新的class 所以我上面的那个设定的部分 这边也要再去做一个设定 否则的话 它会一直会跑旧的那个class ok 所以刚刚的动作 加上你们就是在这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跟各位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的问题 也是将来可能是 我的问题 所以直接在旁边这边点 点下去 找到我新的这一个 按ok 再按ok 再把它run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的 这个D里面的东西 就会被输出 有没有 输出到这里来 有没有看到 这边的话呢 里面包含什么呢 包含我现在的日期 加一个时间 所以 D里面就包含什么 日期跟时间 请各位先试着 如何把一个 其实这个class的作用是做什么呢 就是如何输出你现在系统的日期加时间 就这样子 所以以后呢Java 你要从Java里面输出日期跟时间很简单 就是利用那个类别 那个 那个 它是放在Java这个函式库里面的Utea套件里面的 对层这个类别 那我们要去使用类别 特别至于这个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说 必须要去把它实体化 那实体化的过程就是宣告一个小D给他 那个小D的名称不见得一定要叫小D 你可以自己给他一个名称 然后呢 再利用那个 Quinter line 把它这一行给输出 那你会发现 这个D就输出 但是输出日期时间之后 可是问题 问题来了 我们有日期时间 但是格式不对 格式要像 我们那个 有没有 我们上面的这个提本里面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不是只有时间 不是只有那个我们要的 而是要把它格式化 成类似像下面这四种 一种就是十分 一种十分 所以你只要做出一种 那实际上这四种根本就是一个 一件事情而已 你只要会用什么 日期的格式化 所以这里的话 第一个产生日期嘛 第二个的话呢 是产生如何去把时间跟日期做格式化 如果你会 那这个部分你就拿到50分了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部分应该OK吧 输出 输出一个D 所以请各位 这个是最最基本的 以后你们再使用Java的时候 其实根本不用背 大部分都是用理解的 因为你要去做什么事情 你就要去想到 在Java的函式库里面 有哪个类别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用的 不是说从头写 我们用的是SDK 这个函式库 它就是要帮你去完成你某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何取得系统的日期跟时间 就刚刚我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 如何把这个日期跟时间做格式化 格式化OK 那有哪个几种 有四种格式 第一个是比较精简的 第二个是次精简的 第三个就是最后做出来就是说精简 然后次最底下是完整的 对不对 那怎么做完成这件事情 其实也非常简单 OK 如何把那个取得日期的部分 日期跟时间部分做格式化 这个时候的话也要依赖一个什么 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它的作用就是做日期时间的格式化 那这个一样的方法也是用Import OK Import OK 点点下去之后的话 要提别提 以后这个Jama是一个大的函式库 里面呢 会有个套件 这个套件就帮你分门别类 有点像是那个Excel里面 如果你没有过Excel 应该知道Excel插入函数里面也有帮你分类 那里面如果它做格式化 有没有文字的格式化 你就记得一个套件名称叫TES 有没有看到T TES 你打一个T也可以 按个Enter 再打一个什么 再选一下 里面的话 其实顾名思义 如果你要做日期时间的格式化 有没有看到 你打一个D 它就会出现什么呢 会出现有叫DateFormat 其实就这一个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使用DateFormat 其实也非常简单 Enter一下 然后给它一个分号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要怎么去使用 第一个 这个先把它Import进来 好 那再来怎么去使用它呢 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呢 我在 这个Date 这个底下 一样 我要使用它的方法 其实也是固定的方法 就是把它怎么样呢 拉过来 Ctrl安住 然后呢 给它一个名称好了 我把它实体化 因为你如果要使用它的话 要实体化 DF好了 名称叫DF 这个是我自己递的 等于什么呢 那不过呢 它不需要去New 它只要去实作就可以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呢 它等于什么呢 DateFormat 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实作的话 它有个方法叫做GetInstance GetInstance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给它一个分号 特别注意 但是你点下去之后的话 记得哦 它这边有GetInstance 就是说 你现在好 我要格式化 那有哪些格式化 特别注意 在Java里面 不外乎就是Set Get Set是什么呢 设定 什么样的格式 Get的话 就取回来 是什么样的格式 那因为我们将来显示里面 除了会有日期之外 也会有时间 所以呢 我要做的格式化 是什么呢 是Get Date 这边只有Date DateInstance 那有没有叫Get DateTimeInstance 有对不对 各位请选这一个 记得哦 不要选错 叫Get Date 跟Time 的Instance 也就是说 我要去做什么格式化呢 请你帮我 做一件日期跟时间的格式化 选这个就对了 所以点下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Get DateTimeInstance 这个 然后呢 后面的话 加一个Do点 那特别注意 这个Get DateTimeInstance 里面的话 会需要给它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的话 分别就是 如果你是给 它的数字是0到3 0的话 是最 最 最详细的 3的话 是最精简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产生一个 那个Instance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先 我用一个 第一个是用0好了 0到点0 0到点0 那前面这个0 指的是 日期的那个格式 后面这个0的话呢 是时间的格式 因为我这边有GetDate Date的话 它的格式 Time的格式 OK 再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DF 把它包在哪里呢 包在这个日期的前面 所以使用的方法 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我输出的时候呢 把它改一下 叫DF 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它 刚刚的那个格式 加在我们的日期的前面的话 特别注意 要加一个方法 叫Format Format 什么呢? 你给我一个日期啊 那我就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D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帮我去做格式 而格式的结果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因为我是00嘛 00的话是精简 所以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的日期 你会发现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个格式的话呢 跟我们的哪一个格式很像呢 有没有发现 最下面这个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我们已经输出了一个 完整的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啊 希望把它改成第二种 就是倒数第二个的话 你会发现把它改成多少 1 0.1的话 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格式哦 有没有发现 它跟我们 题目要的 有没有 倒数第二个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以此类推啦 这个是什么呢 其实哦 我们将来的这个0 第一个0的话指的就是 一直到哪里 到这里 第一个0指的就是 先日期 后面是时间 所以是0 0 然后呢这个是1 1 这个是2 2 这个是3 3 所以哦 如果你要输出 结果像这样子一模一样的话 该怎么做呢 哎 其实哦 就是3 2 1 0不就好了 OK 3 2 1 哎那怎么样把3 2 1 0做出来哦 实际上当然有比较聪明的办法 有比较笨的方法 第一个比较 稍微没那么聪明的方法 就是哦 你就是这边3 对不对 3 OK 然后呢 嗯 输出把它format 这边的话呢 这个给它叫df3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就df3 也就是说我建一个物件 它叫df3 输出就是第三种 然后呢把这个输出看看 第三种是精简的 就第一个 哎我们就产生了第一个了 所以第一个就出来了 对不对哦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边再复制一下 Ctrl C 然后呢把它怎么样 那Ctrl V一下 不过名称不能一样 怎么办呢 这边把它改成2嘛 对不对哦 df2 然后这边df2 啊这边的话改成什么 改成2不就好了 改成2 啊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有没有出来 哎第二种出来 看一下是不是题目挡要的 所以将来你们考试的时候 就是边做 然后呢 就是边看 哎一不一样 哎格式 有没有一模一样 对不对 那再来就第三 啊再来就第三种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Ctrl C 再贴过来 然后改成什么 改成DF 啊 再来就是什么 把它改成DF E 啊这边就是也是一样 把它改成E 这边改成E 啊这边改成E OK 就是利用它去帮我Formate 这个日期嘛 那输出结果的话 哦 那就会是这个又出来了 那最后一种很简单 一样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 最后就是一个0了 那改完之后的话哦 哎 基本上呢 我们这一题就拿到满分了 哦 所以这样子做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 哦 50分了 应该很简单吧 所以基本上哦 我们只有做了 呃 主要是利用Java里面的 两个类别 就可以帮我完成这些事情哦 OK 最后做出来就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最后 再跟那个题目档比对一下 有没有 当地时间 然后 1234 结果看一下 跟你的那个 将来交卷的之前哦 你先Run一下 哎 这样子哦 看起来一模一样了哦 50分 就有50分的 另外一题再拿个20分 哎 你就通过了 所以这个考试应该 不难吧 我先给各位一点 建立一点信心 就这样而已 那我刚刚做的完全都不用背 你只要用理解的就好了 用理解 而且将来考试的时候 就提示一下哦 所以特别之以 我再把刚刚的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 利用Ut的里面的Date 去取得日期时间 第二个利用这个Test 特别注意哦 如果将来要做文字上面的格式 一定是在Test 这一个套件里面 会有个叫DateFormat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它怎么去实作它呢 特别注意哦 它不是New哦 不像日期是New 因为必须要存放日期时间 我是要去实作 所以特别注意 直接拿它来做什么 Get 特别注意后面一定是Day Time 之前可能考试的时候 我看比较容易出错 就Get 有同学是选到只有Day 忘了选到Time 一定要Day Time Instant 两个 然后呢 它的顺序一定是3 2 1 0 也就是说3是最精简的 一直到0是最完整的 那这里面的话 有没有4呢 其实你们可以试一下 没有4 因为它里面内建的参数就是有3 3是最精简的 一直到0是最完整的 OK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3 2 1 0 然后呢 再把它Print出去的话 利用一个叫方法 也是Format 把D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如果做完 就执行完毕 没有问题的话 这样就可以拿到50分了 OK 试试看好了 试试看